兩架F-51戰機傳出疑似插狀意外 導致中衛羅尚化殉職 尚未攀影尊失蹤 國防部也宣布 在2024年 會有永鷹高造機 來全面取代F-5戰機 但距離交機還有三年 為了要保障飛行員的生命安全 所以將會斥之六億 為F-51戰機來更換彈射影 最快在年底改裝 空軍兩架F-5戰機飛安事故 導致中衛羅尚化殉職 尚未攀影尊失蹤 搜救工作刻不容緩 追查失事原因也是關鍵 事發當下無線電求救訊號 就凸顯當時情況緊急 22號下午兩點半 一批四架次F-5戰機 從台東制航基地出發 飛往加東靶場進行炸射訓練 二號跟四號機 都是單座的F-51戰機 在脫離靶場後 兩機變換陣型 下午三點零七分 疑似插狀 有機目視座椅彈飛 飛機跟人員墜落雲層 前空軍副司令張彥廷分析 戰機在變換陣型時 都有風險 必須考量速度 溫度 氣壓等多項外在因素 這也是國軍十五個月內第五起墜機事故 導致14名官兵死亡或失蹤 國防部也宣布2024年全面太除F-5戰機 交棒永鷹高轎機 但交機空窗期長達三年 也讓F-5安全性亮紅燈 尤其這次不幸迅持的中衛羅尚化 檢方出判死因為頭部遭重擊 導致爐內出血 去年十月 跳傘迅持的豬冠謀上位 駕駛F-51 也被驗出有撞擊傷害 東浪老舊彈射椅系統的問題 再次浮上台面 空軍一次之六翼 要替F-5機隊全面換裝最新的NK-16彈射椅 只是更換彈射椅 最快也要等年底 明年初才能開始改裝 趙映田認為現階段 必須進行三大通盤檢討 像是F-5機零過高 體質雖好 後勤維保得嚴格把關 永鷹高轎機必須超前部署 加上訓練飛行員的應變能力 過程絕不能超之過急 可透過模擬機 摸索程序後再升空 記者黃杰 現在的無錫湯台標了